作为英国的一部分,苏格兰似乎从来都不甘于安分,自从沸沸扬扬的英国脱欧开始之后,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愈发激烈。苏格兰人似乎从来都和英格兰人合不来,在今天,很多苏格兰人依然不愿意承认自己英国人的身份。如果有一天联合王国真的会解体,那么第一枚多米诺骨牌一定是苏格兰。 苏格兰独立运动是英国现代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股政治议题之一,也是困扰英国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自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之后几乎就立刻出现了。 而在两国合并之前,苏格兰同样也是困扰英国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真正的和平,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像是德意志珠邦一样,是历史上的兄弟国家。 恰恰相反,二者在人种上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 英格兰人是罗马移民的后裔和日尔曼人结合的民族,而苏格兰人却是凯尔特人的后裔盖尔人与后来的维京人结合而成的民族。 843年,盖尔人国王肯尼斯建立了苏格兰王国。 此后,苏格兰长期都是一个幅圆辽阔的民族国家,但是就像是英国和法国的关系一样。 在地理距离如此近的情况下,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系更是密不可分。 相当多的苏格兰贵族在英格兰都有土地,而英格兰贵族与苏格兰贵族之间也有着各种复杂的联姻政治。 而在1286年,该国国王亚历山大三世意外离世,其直接王室继承人也很快去世。 剩余的三个继承者可谓是旗鼓相当,且他们背后都有着不少贵族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下,苏格兰贵族们请求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帮忙仲裁。 但是爱德华一世却借着这个由头,要求所有苏格兰贵族向他本人效忠。 此后,爱德华一世数次干涉苏格兰内政,甚至要求苏格兰为他远征法国的大计划出人出力。 即便是爱德华一世指定的苏格兰君主巴里奥,同样也得不到爱德华一世的尊重。 整个苏格兰上上下下都明白了,爱德华不以人均而以傀儡对待巴里奥。 为了摆脱爱德华一世的控制,苏格兰贵族们废除了巴里奥,组建了贵族议会。 苏格兰王国还和法国签订了著名的奥尔德盟约,但是爱德华一世却直接下令入侵了苏格兰。 苏格兰两次反抗军失败,大量贵族被迫向爱德华一世效忠。 爱德华一世自立为苏格兰国王。 这是英国历史上有记录以来最早的殖民行为。 爱德华一世任命的官员贪婪无度,英格兰军队在苏格兰同样残暴不堪,苏格兰民众可谓是苦不堪言。 在这一过程中,苏格兰人崛起了民族意识并开启了漫长的反英抗争。 1297年,苏格兰民族英雄华来世举其反旗在苏格兰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大起义,并且在斯特灵桥战役中击败了英军主力。 战役爆发之前,华来世告诉英国的谈判代表,回去告诉你们的那个国王, 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苏且偷安,而是为了决议死战,为了报仇学耻,为了解放我们的苏格兰王国。 英格兰军队想要击败华来世的起义军其实并不困难,但是真正困难的是,英军无法维持苏格兰的漫长补给线,这样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而位于高山中的北苏格兰,几乎从未被英军真的控制过。 但是爱德华一世却是冥顽不灵的,在教皇尝试调停英格兰与苏格兰争断之时, 爱德华一世竟然表示,教皇不是我们的法官。 在临死之前,爱德华一世倒在北伐苏格兰的路上。 去世后,爱德华一世被英格兰人称为苏格兰之锤。 爱德华一世的继承人,爱德华二世尝试继续北伐,但是苏格兰人此时基本上已经锁定了圣据。 而苏格兰人的民族意识,在这场战争中反而愈挫愈勇, 在上述教皇的阿布罗斯宣言中写道, 即便我们只剩下一百个人,我们也绝不臣服于英格兰。 1322年,爱德华二世和王后在远征苏格兰的过程中, 险些被苏格兰军队俘虏。 此后,英格兰与苏格兰被迫签订了13年的停战协议。 教皇和法国第一时间就承认了苏格兰的独立, 英格兰则是在1328年才承认了苏格兰的独立。 17世纪,英格兰对苏格兰再次实现了王位控制。 苏格兰在事实上成为了英格兰的附属国, 虽然二者依然是同一个国家, 但是英国国王同样也是苏格兰的国王。 虽然如此,但是苏格兰的贵族们却从来都不愿意接受英格兰的这种统治。 但是在1689年,苏格兰革命爆发了, 苏格兰推翻了王室政权建立了自己的议会政府, 而苏格兰的贵族长老会同样也完成了宗教改革, 苏格兰从各方面都向一个现代国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的王位控制已经失去了作用, 苏格兰再次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 此时的英格兰也改变了策略, 英格兰开始从各个方面封锁苏格兰的贸易, 并且封锁了苏格兰对外殖民的通路。 不得不说,英格兰的这种策略是非常有效的, 苏格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之中。 与此同时,此时的英格兰同样身陷在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僵局之中。 英军统帅马尔·伯罗认为, 此时与苏格兰合并将会有助于英格兰打破僵局, 因此英格兰议会也开始主动推进与苏格兰的合并事宜。 对于此时的苏格兰人而言, 这个时候和英格兰合并同样也是好处多多。 合并后的苏格兰将会和英格兰共享英格兰庞大的殖民地和市场。 苏格兰商品同样可以通过英格兰进入欧洲市场。 苏格兰的首都道格拉斯本身就是岛上除了伦敦之外最大的城市, 合并意味着全面的发展机遇。 如果独立, 苏格兰就无法得到英格兰的贸易机会, 苏格兰将会陷入永远的贫穷。 如果合并, 那么苏格兰能够获得巨量的贸易利益, 苏格兰岌岌岌可危的经济将会被挽救, 苏格兰还会获得与英格兰的永远和平。 对于英格兰而言, 与苏格兰合并更多是安全形势上的利益, 英格兰永远都不会面临父辈受敌的尴尬境地了。 双方合并可谓是合则两立, 但是这样的合并同样也是建立在英格兰能够为苏格兰带来利益和经济价值的基础之上。 如果与英格兰的合并已经无法为苏格兰带来现实上的意义, 甚至还将会拖慢苏格兰的发展时, 那么苏格兰人就会开始思考这样的联合是否还有意义。 从联合王国建立以来至今, 苏格兰独立运动从未消弭, 但是政府层面上的独立鼓吹直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才正式开始。 而这一时间段也是大英帝国彻底衰落的时候。 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中, 苏格兰所扮演的是一个重工业基地的角色。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 这个身份为苏格兰带来了相当巨大的经济利益, 也使得苏格兰在英国内部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 但是随着二战结束之后, 美国对英国实现的全面经济控制, 以及伦敦政府自主进行的经济托时转需。 这使得英国的经济开始全面向金融业拖变, 苏格兰的重工业基地身份变得越来越尴尬。 事实就是, 冷战开始之后, 苏格兰的经济维系变得越来越困难。 同时, 苏格兰人的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在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苏格兰人开始追求独立。 但是就在一切即将被引爆之前, 一个组织的出现帮苏格兰独立狠狠地踩了一脚刹车, 这个组织就是欧共体。 自从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后, 欧共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英国政府帮扶苏格兰的责任。 而苏格兰也因为在欧共体的帮助下, 重新找回了自己在欧洲贸易体系中的位置, 从而对独立的呼声逐渐降低。 虽然此时的英国不再需要重工业, 但是欧洲想要独立发展就离不开重工业, 苏格兰对于欧共体而言依然有意义。 这么看的话, 欧共体同样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不是大善人。 但是这并不妨碍苏格兰人在情感上偏向于欧共体以及后面的欧盟。 而在英国决定脱欧之后, 苏格兰人的不满几乎达到了顶点。 这并不是因为所谓的欧洲情感, 而是因为苏格兰人在脱欧上有着现实的利益考量。 如果问英国脱欧谁的损失最大, 不是英国, 不是欧盟, 而是苏格兰。 苏格兰成为了英国脱欧的牺牲品, 在苏格兰人看来, 英格兰老到底还是没有把苏格兰人当成同胞。